是8種個原因 高雅掌聲聽大家好 我是Simon 今天要為各位帶來的是超級名模生死鬥第15季 告別了全程崩了跟屎一樣的14季後 讓我們掌聲迎接經費爆炸的第15季 這季不得了啦 可以說是泰媽的偶心力血之作 找來的嘉賓跟攝影師都是業界一等一的大人物 設計師有DVF Zach Paulson 攝影師有Patrick後面不會唸 你不知道他們是誰沒有關係 只要知道這些人很屌就行 更是把第一集的標題取成Welcome to High Fashion 生怕你不知道泰媽花了多少心血在這季 至於為什麼本季會有如此驚人的改變呢 欸 當然是前面幾季被罵得太慘 而泰媽受到輿論壓力後 也決定把15季弄成高級時尚跟高專業的一季 因此泰媽拜託安爺跟各路人馬牽線 才造就了本季極度豪華的陣容 而豪華的陣容當然得配上豪華的獎勵 以往的獎勵都差不多 所以我都沒有特別強調 但這季不一樣 本季的冠軍獎勵可以登上義大利Vogue雜誌 而且還有兩頁的模特兒介紹 以及IMG模特兒公司的經濟約 來跟觀眾科普一下 這個義大利Vogue有何厲害之處 為何泰媽講完以後 所有選手無疑不高潮翻白眼 首先全世界的時尚雜誌圈有五大巨頭 分別是Vogue、L、Harper's Bazaar 科夢波丹以及Mary Claire 能登上這五大刊的 無疑不是當前的超模或者一線明星 而Vogue在全球有超過二十幾個版本在刊登 但其中又以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 這四個國家為四大巨頭 但其中呢又以義大利Vogue最為獨特 它不僅是Vogue雜誌中藝術含量最高的一本 也是最前衛的一本 在08年那個保守年代 義大利Vogue大量聘起黑人當模特兒 還寫了非常多黑人女性的文章 也是義大利Vogue時尚銷量最高的遺棋 多次再刷通通都被搶購一空 總之在如此的介紹下來 大家應該可以了解義大利Vogue的重要性 以及本季獎品的豪華性 你可以把這個獎品想像成 你參加了一個籃球訓練營 最終的冠軍獎勵是寶送NBA 大概就是這種程度 也因為獎勵超級豪華的關係 泰媽在製作上也更加的認真 整部實踐秀看得出來 都是為了Vogue跟IMG公司服務 全程就是一個大型面試現場 而泰媽也收起了以往的巔峰組 十遍的專業又有素養 但有一說一啊 這季還是有很多北七的比賽 畢竟節目組的二趣味就是擺在那邊 像是高空走秀賽 除了常見路以外 普通人應該只能看到群地 還有雲霄飛車拍照挑戰賽 幹有夠北七 超向六福村的火山立顯 專門拍你五官扭曲的相機 做成鑰匙圈還賣你三九九白吃才賣 另外還有輸送袋走秀賽 這場也是很奇葩 原本大家在看南模走路的時候 覺得速度還好 但節目組為了增加節目效果 在正式走秀的時候 直接把輸送袋加成白米跑速 結局就是所有人都帥的狗吃屎 雖然我覺得還是沒有比上一季的 極限體能王走秀擺持 但也是承包了我一整天的笑點 然後聽說這場還被其他國家的超模拿去用 真的是好得不學 進學這些不帶不起的東西 不過好在這些都只是挑戰賽 大家笑笑待過就好 本季除了一場女扮男裝的比賽以外 其他都非常的高品質 不過在高品質底下 節目組的權力鬥爭倒是暗潮汹湧 前面幾季開始 Mr.J的權力就漸漸的被架空 這季更是嚴重 Mr.J在這季甚至被要求 不能在攝影棚中提出建議 所以後來泰媽跳出來幫他講話 Mr.J才重回他的工作崗位 感覺製作單位就是希望 雙J能乖乖當個吉祥物就好 不過想看Drama的觀眾 這季可能要讓你失望了 本季的選手相處得非常融洽 基本沒什麼吵架 反倒是節目結束以後 Drama才開始變多 那更多的細節 會在接下來的選手介紹中慢慢提到 然後特技應該會介紹很多的選手 好的第一位Anna Maria 不知道為什麼念起來總有種義大利感 其實她是節目中一個很短命的選手 僅僅第一場比賽就被淘汰 而淘汰她的理由是 她在照片中看起來太瘦太不健康 實際上Anna Maria在拍照的時候 Mr.J就有跟她提過這個問題 泰媽在幫她選照片的時候 也只能選一張把身體遮住的照片 因為其他章都看起來很不健康 但本人倒是完全不在意 反倒非常喜歡自己古瘦連尋的身材 完全不想屌命車J的建議 也因為真的太瘦了 而且看本人完全沒有想改的意思 泰媽擔心傳遞出錯誤的健康訊息 最終也只能將其淘汰 不過這件事情就被很多的觀眾罵 既然因為這個原因淘汰Anna Maria 幹嘛在海選的時候選進她 不過真實的原因是 當時海選跟拍攝中間相隔了三個禮拜 Anna Maria在這段期間瘦得超級多 170公分的她只有55公斤 把海選跟第一場比賽的照片 放在一起比就能看出差異 肯定是為了比賽而受的 只是沒有想到自己的努力 居然會變成淘汰的主因 離開比賽之後 Anna Maria有參加過許多的面試 但沒有跟經紀公司簽約 有過少數的模特兒作品 但目前依然是一名自由模特 除此之外還是一名歌手 一名為AANA 我是真的不知道要拆開來唸 還是要合起來唸 Snow Cloud上面有幾首作品 有興趣的可以去聽聽看 IG上也只有少少的幾張照片 算是過得非常低調的選手 好的 下一位Rihanna 20歲 身高187 當時在看的時候 完全沒有發現她這麼高 但這位也是被淘汰的 很有內幕的選手 Rihanna可以說是 開局最被評審看好的選手 她在海選的一系列posting 都被雙J大力的稱讚 其中扮演柳樹的部分 更是非常的精湛 Mr.J甚至幫她取了 一個柳樹小姐的稱號 然而被所有人大力看好的Rihanna 卻在第四集的海洋照中 光速被淘汰 而且我得說 這張照片相當的好看 我完全不能理解 她被淘汰的原因 評審給的理由是 Rihanna在照片中表情都一樣 缺乏可塑性 雖然這些是問題沒錯 但我覺得比賽到目前為止 也才拍了三張 評審這麼早就下定論 我個人是覺得操之過激 總之Rihanna因為美照被淘汰 讓很多觀眾都不能理解 也讓觀眾們化身柯南 在節目中 有一個選手的屬性 跟Rihanna非常的類似 那個人就是Anne 兩人在各方各面都非常的類似 就連官方身高都只差了一公分 但明顯Anne的內向個性 操作起來會更有看點 大家也最喜歡 醜小鴨翻身天了的故事 因此決定把類型相似的Rihanna 給淘汰也是本季其中一個陰謀論 至於是不是真的 節目組始終沒有做出回應 但可以知道的是 真正會發光的原石 在哪裡都擋不住她的光芒 離開比賽之後 Rihanna跟Paregan Model Le Face Model 以及上海的Unique Model簽約 也出現在非常多的雜誌上 有過不少的模特兒作品 後來開了一間古著店 也跟Anna Maria一樣有在創作音樂 IG上有一些走秀的片段 但是都停留在很多年前 好的 下一位Alexis 她在比賽的表現 其實沒什麼好介紹的 大部分時間都在底層徘徊 最後在第五集被淘汰 排名僅僅第十 也是一個拋棄式選手 但是她在賽後超級暴走 首先呢 Lexi在賽後創了一個名為 Tom的小號 話說這個名字真的是有夠普世無華 她用這個小號開始在網路上跟人家開戰 主要是針對那些批評她照片的網友 而在節目中 Lexi跟一個名為Casey的黑人女孩天天吵架 賽後Casey就收到了很多Lexi粉絲的攻擊 此時第七季的Mail Rose跳了出來 她呼籲大家不要在網路霸凌 並且幫Casey講話 於是Lexi就拍了一支影片 狂噴Mail Rose還對她筆中指 雖然影片的原檔已經被刪除 但是大家還是有把筆中指的照片給截圖下來 站完了選手 接下來換站節目組 她認為節目組沒有經過她的同意 就把照片放到網路上 因此要對其提告 雖然我不知道後續 但八成是告不成 因為節目開始以前都會簽合約 照片的使用權一定在合約內容裡面 其實我在節目中還蠻喜歡她的 只是沒想到她下了節目以後變得這麼暴走 離開比賽之後 Lexi曾登上Hush Chicago 以及The Magazine雜誌上 也有出現在美國知名脫口秀康娜秀的節目中 不過2012年的時候 Lexi因為一起車禍而阻斷了她的模特兒失業 Lexi向造勢者提出了25000美金的賠償金 目前是一名行銷公司的創辦人 可以說是徹底的轉型 好的下一位Casey 這位是節目中drama 嚇了節目也drama的人物 效果做好做滿的實境秀天才 Casey一個20歲的加州女孩 她說11季的時候有來參加過比賽 但我完全沒有印象 後來卻翻了片段才知道 啊原來只存在於海選片段啊 而且講話的內容非常詭異 一直在討論黑人跟白人 然後說Isis沒有資格參加超模比賽 因為她不是一個完整的女孩 各種敏感話題無限連噴 最終沒有入選也是合情合理 第15季捲土重來 外觀上沒有大改變 敏感話題消失不見 粗狂眼鏡是個累贅 評審願意給她機會 連續撕壓叫我MC老賽 總之呢Casey終於在海選復仇成功 而為了改變她的形象 泰媽還特地幫她配了一副新的隱形眼鏡 但這些都無法阻止Casey的糟糕發揮 Casey的表現其實蠻落賽的 照片都不怎麼好看非常之普通 但賽場表現頻繁的Casey 決定要在其他領域發光發熱 那就是看她如何把超級迷摸 生死鬥演成雙層公寓 在節目的第三集拍攝 節目組找來了男模合作 主題是墮天使 但看起來更像是男模舉重大賽 想法優雅執行力跟不上的例子 總之在拍攝的過程中 Casey跟男模看上了眼 手很不安分地一直往下摸 因此Casey無視自己有男友這件事 找了男模來公寓裡面玩耍 不過這件事情其實是有內情的 這個討論聚會實際上是製作單位的主意 明顯就是想要複製第二季的Sandy事件 不過年輕男女的聚會 並沒有想像中的熱情噴發 場面反而異常尷尬 大家早早就散會 眼見雙層公寓演不成 不如就回歸超模本色 來搞點Drama試試看吧 在公寓裡面 Casey是衛生習慣最差的那個 她的垃圾都是別人在幫她清 最後在Lexy的帶頭下 所有人都跟Casey開戰 喜歡她的一個都沒有 反正Casey跟Lexy兩人不斷有爭執 吵到其他選手也加入了戰局 總之在被所有選手孤立以後 Casey也決定認真的打比賽 讓你們看看什麼叫做領先者的風範 但有一說一 Casey的挑戰賽還是蠻強的 台步走得非常的好 在輸送賽那場她走得超級穩 而且有著大嗓門又不怕聲的 她也非常適合介紹產品 所以Casey其實贏過很多場挑戰賽 只是偏偏Casey的拍照是真的不行 節目的第六集是本季陣容最大的比賽 不僅攝影師大咖 就連照片都要拍三張 分別是兩女一男的行走照 單獨的行走照 以及特寫照 然後Casey三張都超級普通 特別是行走照 她真的就只是在走路 而且還是走得很喘的那種 很像是某種八卦雜誌的偷拍角度 雖然憑良心講 Casey這張並沒有特別的難看 但可能是因為攝影師太強的關係 所有人的照片都超級好看 於是Casey也於本場比賽遭到了淘汰 但Casey被淘汰以後還是繼續的發瘋 一般來說選手被淘汰以後 會先被安置到飯店 之後統一讓他們回家 但Casey開始在飯店發瘋 說如果不讓他回家 他就提告節目組 但在節目結束以後 Casey一直想要回國到比賽中 一直報名地方海血 但節目組怎麼可能讓他再來參賽 於是在報名到第20季的時候 Casey才放棄 但只是放棄了超模 Casey後來又陸陸續續 報名了很多模特的節目 其實很多選手賽後都表示 他們覺得Casey只是想要透過節目走紅 並不是真的多喜歡這個行業 而近期Casey的事件是 她在接受網紅Oliver Tricks訪談時的失言 Casey在訪談的過程中 不僅不記得主持人的名字 還一直插嘴 同時講了很多孔童的話 不過非常意外的是 Casey是本季少數 還在從事模特兒行業的選手 而且混得還不錯 離開比賽之後 Casey跟All Model Management LA Models等經紀公司簽約 也有替一些化妝品品牌擔任模特兒 還曾經出現過在泰勒斯的音樂MV中 也是之前會員影片Next Invasion的T台模特兒 好的下一位 栗子 這位也是有著美國慘故事的選手 21歲的栗子是一個單親媽媽 有著一個1歲的小女兒 而為了養活自己的小孩 打了兩份工 還都只是最低工資 雖然生活辛苦 但栗子卻總是輕描淡寫的帶哭 給人一種看不紅塵的灑脫感 而評審對個性堅強 又有著硬朗外觀的栗子充滿好感 但我個人是對她脖子後面的強字刺青 非常的感興趣 結果栗子在比賽中的表現 非常的一眼難盡 首先就是她超級愛抱怨 對什麼事情都有意見 大改造抱怨 天氣熱也抱怨 裝太濃也抱怨 是一個超愛找理由的選手 節目在回顧片的時候 還特地幫栗子弄了一個抱怨技術器 而且其他選手在多年後的訪談中也說到 栗子的抱怨真的不是節目效果 她是真的很愛發牢騷 而照理來說 此等個性能留在節目中 肯定有著非常強大的實力 但偏偏栗子也沒有 名次長期在中段徘徊 她的每一張照片的動作 都有一種詭異感 以第三集的痘天使來說 這個動作到底想表達什麼 在男模身上衝浪嗎 男模看的地方也超級尷尬 雖然栗子有拿過一次冠軍 是在第七集的設計師模仿賽 但我個人是完全不能理解這張照片 只覺得詭異到爆炸 個人覺得栗子唯一算好看的照片 是第六集的特寫照 有一種帥氣的中性感 然後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栗子明明實力這麼普通 個性也是消極到不行 但評審就是一直把她留在比賽中 個人最不能接受的 是第八集的飲料廣告拍攝 栗子在廣告拍攝的時候 讓奶酒跟Mr.J非常的生氣 因為這跟實力無關 而是對工作態度的問題 最後成品更是一團亂 成品不行加態度不行加一直沒進步 照理來說應該是妥妥的淘汰三件套 結果栗子僅僅只是倒數第三 被淘汰的反而是一直都很認真的Easter 其實類似的情況在海洋拍攝那場也有出現過 那次是成品不好加一直抱怨 但我覺得那次比較前期 而且抱怨的內容比較情有可原 而栗子就這麼莫名其妙的打到了出國 然後看到栗子打電話回家給小孩 我大概就知道Winlock 這場栗子肯定是要走啦 果不其然栗子在義大利依然沒有太顯著的進步 她的動作巨像船夫 雖然天氣很熱 但把群聖撩起來也很不美觀 況且栗子也已經抱怨了一整天天氣熱 這邊補充一下大家可能會想知道的 義大利期間的小內幕 在節目第九集評分環節的時候 每個選手都熱到快昏倒 大家一定會想說怎麼連個冷氣都不開 但聽說是因為冷氣聲音太大影響拍攝 所以才把冷氣關掉 因此評審也沒有要求大家乖乖站好 反而是出現了大家都坐著聽評語的奇蹟 而最終栗子也因為表現起伏太大 跟愛找藉口於本場比賽遭到的 淘汰本季排名第六 我個人是覺得有點太高了 個人是比較希望看到Rihanna打到後期 離開比賽之後栗子有少數的試鏡 不過並沒有跟任何經紀公司簽約 有擔任過一個燒烤品牌的模特兒 後來就從模特兒界退休 整體而言資料沒有太多 好的那麼前面幾位 差不多把本季的Drama都講得差不多了 接下來要來介紹的 就會是節目中能打能扛的一群選手 下一位Kella19歲身高175 話說這位Kella是本季換過最多次造型的選手 然後每次看起來都很好吃 海選的時候一頭大金捲法 像集了一碗美味的泡麵 但評審不喜歡吃泡麵 因此要求把他弄直成了口感勁道的拉麵 大改造的時候 又把Kella的頭髮加滿了七味粉 我覺得還不錯看有種異國風 有看過這季的人 一定對M的開局五連霸充滿印象 但殊不知這位Kella 他在節目中的表現絕對不雅於M 是名次緊隨其後的超級猛將 而且是什麼類型都能輕鬆駕馭 漂亮的性感的高端時讓 Kella都有著優秀的表現 也被評審們稱為變色龍般的萬能模特 個人最喜歡他的海底罩 紅色的頭髮看起來超像小美人魚 迪士尼看到了嗎 不過看到這張海底罩 倒是讓我想起了前陣子在會員的超模亞洲版 挖操那個照片真的是崩到靠北 讓我打從心裡稱讚美版的執行力 不過如果只是簡單的把照片拍好 似乎沒什麼特別之處 但Kella其實每一場比賽都打得很有故事 節目的第一集是一個反霸凌宣傳賽 選手們要在身上寫上曾經被霸凌的字眼 之後再寫下該詞的正面詞 舉例來說如果負面詞是雜種 那正面詞就是混血美女 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 而Kella因為同性戀的關係 從小就飽受各種異樣眼光 因此也讓她轉學了好多次 Kella在身上寫下的負面詞是Creer 在以前Creer是有強烈的歧視跟貶義 在強烈的情感作用下 Kella的表現非凡 也讓她在開賽就砍下了亞軍的好成績 儘管這場比賽傳達了非常重要的意涵 不過也有觀眾抱怨說 並不是每個人都像Kella或Anne一樣 有這麼痛苦的過去 也導致本場比賽的照片層次不及 然後我也覺得Kella這場的名次 多少有點政治正確的意涵在 不過因為這場是放在第一集 我個人是覺得要做做效果還是可以 不過這僅僅只是Kella遇到的第一個難關 隨著節目進行 大家發現Kella不只是喜歡女生 還非常討厭跟男性接觸 偏偏這些又有很多跟男模的合作賽 但今夜的Kella還是多次克服心理障礙 拍出一張又一張的美麗照片 Kella前期唯一的墊底是在行走照的時候 因為鞋子太小 Kella完全無法表情控制 但實際上也不差 雜亂的紅髮反而有種壞壞的皮感 不過身體上的傷痛會痊癒 心靈上的傷痛則需要時間 節目的第八集是一個飲料廣告比賽 真開心終於不是化妝品廣告了 選手們必須腳踩溜邊鞋 講特定台詞 最後要跟男模來個親密接觸 原本以為在前面幾場比賽下來 Kella已經克服跟男模工作的問題 但聽到要跟男模接吻 Kella整個大崩潰 並跟Mr.J說了一段不為人知的過去 原來Kella在11歲的時候被親親過 這才是導致她非常恐懼男性的原因 這是Kella深藏內心已久的秘密 從來沒有跟其他人說過 包括她的父母朋友 不過儘管有如此巨大的內心創傷 Kella還是決定鼓起勇氣拍攝 雖然表現確實不好 但Kella克服恐懼的勇氣還是有目共睹 而在廣告拍攝的大突破以後 Kella也漸漸的可以自在的跟男模相處 而在克服了最大恐懼後 Kella在義大利的表現扶搖直上 有著非常國際臉孔的Kella在義大利可以說是如魚得水 義大利的客座評審都非常喜歡Kella 雕像照 船上真寵照 連續兩場都拿下了冠軍 而且這兩場還都是跟男模的合作照 如果說15G前期是M的天下 那後期就是Kella的指手遮天 但非常可惜的是 Kella沒能延續這股力量 在準決賽的小短片中遭到了淘汰 然後這場評審關於Kella的評語我是有聽沒有懂 就是成品沒有很爛 Kella也很上向 但就是不知道淘汰的具體原因 只跟Kella說你可以往演員的方向試試看哦 媽的咧早不講晚不講 打到準決賽才講會不會太晚 而且整季看下來 我就完全沒有感覺到Kella有當演員的潛力 我是不知道評審的依據在哪裡就是了 離開比賽之後 Kella跟日本的Dana Martel簽約 並登上Rush雜誌封面 不過Kella在2014年的時候就從模特爾街退休 並在律師事務所擔任業務 後來在2023年5月從法學院畢業 目前是一名律師 然後非常神秘的一件事情是 在比賽中非常恐難的Kella居然在賽後嫁給了負傷老公 但是看到有一個人可以治癒Kella的傷痛 個人也是非常的欣慰 好的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下集將會為大家帶來眾所矚目的 五燈獎女神M再請大家期待啦 我是Simon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